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从美国到加拿大 所以这之间的手续 我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刚才广播里说 去加拿大的旅客 好像需要提前登记一下 我先进来看看咋回事 确实需要提前先登记一下 然后呢 他告诉我可以去前辈 现在就可以check in了 这写着呢 这个是我的火车线路69号 穿越边境到加拿大 看了一下我的证件 然后给我盖了个车子 还在行李上面挂了个牌 这就OK了 可以准备登上火车了 还有20分钟 我们已经可以上车了 所以看来还是得提前半个小时 看上去都飞行一踏多了 随便坐 这就是我的座位了 突然间上来了特别多人 没想到这两个还挺多人坐的 看我带着早点烤面筋 撒起码 撒起码 桃酥 这儿到北京专供 焦汤味的撒起码 虽然这等多上十二十五百块 还在那儿到三十 重点到半天根本就变不上了 整个板子上就差点没有了 洗手间还挺大的 跟飞机上看上去差不太多 有热水 洗手液 擦手 纸巾 在火车上拍窗外的风景会遇到三个问题 玻璃的反光 高速行驶的列车 还有呢 就是非常脏的玻璃 那么针对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第一呢 就使用这种硅胶的遮光罩 其实不使也行 但是行驶的这个列车它很陡 所以直接把这个镜头怼在这个玻璃上的话呢 它会互相碰撞 所以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还是会出现漏光 有这种反光现象出现 所以这种硅胶的装光罩 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对于火车车窗太脏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 我们无法用自身的方法 去做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呢 咱们可以尝试开大光圈 比如说开到5.6以上 2.8之类的光圈越大 比较近景的这个物体呢 就可以变得更模糊一些 也可以起到去掉一些污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的快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极高的快门速度 我觉得一千分之一秒以上的速度 好像有的时候 失败的几率都会很大 所以咱们尽可能用更快的快门速度 来在火车车厢上拍摄 这让我想到原来玩过一个电子游戏 叫做电车GO 那个游戏就是模拟开日本的新干线 走到这种小村落的时候呢 都有鸣笛 还挺薄片大馅的 在我们那间车厢 根本就没有白菜信号 但是我一到这餐车 信号飞足 自动就提示让我登录 而且现在这个走到后半段 接近加拿大边境的时候 右边的风景简直是太美了 现在路过一个火鱼 非常的漂亮 特别大 我们是在山坡上 所以整个的视野非常的开阔 早知道早就到这个餐车来了 而且这个餐车人很少 空气特别的新鲜 我们那只车厢又热又闷 这小镇好好看 好复古 都是爷爷奶奶 刚才过后边那个姐姐 接的笔 填了一下表面 现在还有一站 就马上过边境了 这边境到底长什么样 一会儿就能看见了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的穿过边境 前面一片都是树跟草 什么都看不见 那远处呢 看到一些小房子 不知道是这边还是加拿大 另外一边 好想到了我看见国旗了 加拿大国旗 有一个小门 可能开车从那边穿过 看到了车跟卡车从那边过 一辆车都没有 现在马上就要穿越边境了 说那个海关的人马上就要上车了 让大家不要乱窜 就在自己的车厢带好吧 别到处下溜达 从地图上看 我已经进入到这个 玛特利尔市中心了 周围也确实看见 有一些高楼什么的了 莫非还要在这么短的一个路上 尬有一个小时吗 其实这十个小时还挺快的 没觉得有特别难熬的感觉 先是看看窗外 吃个饭 看会儿书 就差不多到了 哎 我都看见这个市中心了 哇 楼还挺多的呀 这应该就算是到了吧 经过了十来个小时 一路嘎嘎悠悠 中途车还坏了 结果还比票上写的时间提早到站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这车实在是太迷惘了 不过早到总比晚到好啊 我也说到了 哈哈下车 终于到站了 所有人都归心似箭 瞬间就都从车上下来了 走来 我也去赶紧找我的酒店了 回见